台海防衛的木马屠城 已经变成现在进行室了 观众朋友 过去这24小时 大家热议的这一艘中国快艇 它如何能够长驱直入 淡水河口 人都上岸了 海巡才后知后觉 今天进一步证实 开船的居然还是前解放军的 艇长 管毕林 他坦诚有30分钟的疏失 我们就问 海龙挖兵下个月汉光演练 才要以防固守淡水河 人家已经先来探路了 端午节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 让我们觉得傻眼了 就是一艘中国人的小船 60岁了 年纪跟我一样 60岁了竟然有办法 越过250的海洋 然后黑水沟 什么叫黑水沟 古时候叫做什么 石去六死 三流一回头 它竟然一艘五顿的小船 这么小的就过来了 过来之后 你说到木马屠城 倒霉倒掉 这个东西对我们的整个海防 对我们的海军来讲 叫做伤害性没有那么大 侮辱性极强 为什么侮辱性极强 第一个呢 他那天到了现在为止 说法还不清楚 他到底是事先被拦下来的 好像知道的 还是他到了码头之后 主动投案的 说要自首 我们到现在为止 竟然官方没办法讲清楚 这个东西 我们是在做什么防卫的 第二个呢 今天的海巡说来讲了 是在这个东北角那边呢 是有艘船 然后紧急大家出动一艘船 有20分钟 对 20分钟 人家都冲进来了 六海里 你现在讲的是 海巡署的说法 这简直要把老百姓呢 当成是完全的 我们至少收过军训 我们当过两年那兵 完全没有合理 而且最近顾力求起来讲了 十二海里 就是自卫权 六海里才发现可疑目标 那前面六海里呢 前面六海里出来什么 然后全程监控 但是全程监控 你说调不了船 然后这个东西 你代表的淡水河口多重要 等一下我们会讲 淡水河口多重要呢 再过来管壁林 海巡署长出来讲 不是 海委会出来讲话 人出了问题 设备没问题 十二海里外就该看到了 所以在昨天 我们清楚的知道 时序是 这个人他擦撞了交通船 然后他人上了岸 找了我们当地岸上 做生意的这一些船商 帮我打118 他还知道要打118 赶快报案 我要来投诚 我们知道的时序是这样 结果昨天 海巡署说 有 我们六海里已经监控他 讲得跟真的一样 今天就被管壁林打脸了 没有 我们有三十分钟的人为疏失 这两个在互相打脸 今天海巡署不是讲说 二十分钟出情 才能够把船赶快掉之外吗 管壁林讲说 三十分钟的疏失 那代表还有十分钟 你就可以出船 那你怎么这样子 然后说还有 雷达在交接的时间 所以有疏失了 我们这个二十四小时 人家天天在这边 灰色作战 不是做这么多吗 那你这个时候 只看到了灰头土脸 所以他讲说 他是一个海军的前艇 可能是前艇长 那个就更可疑了 反正来到这边说 我来投奔自由 然后被遣返回去 这个时间点 是敏感的观众朋友 再过几天 下一个月 汉光操演 我们的海军的挖人部队 就要进驻弹水河口 紧紧的掐住这个地方 不让任何的共军的蠢洞 可以从这个地方长驱直入 抢在你汉光操演之前 人家先摸进来了 那叫做测试路线嘛 为什么叫测试路线 我们当然很担心 从弹水河口长驱直入 经过关渡大桥就斩首 对不对 对 可是今天这么一艘小船 它真的五顿 五顿多小啊 速度也没那么快 你说再怎么快 二三十节三十节就差不多了 从福州那边一路开过来 所以今天海巡署还说 绝对没有船 只母船 237公里 这个淡水河一般的小船 怎么大船的海巡舰都快让你吐了 一般小船能够这样横渡过来 所以当我们还在 想要知道答案 它到底是直接从福州 一路横跃200多公里 来到我们淡水河口 还是有大船载到一半 把它换称下来 再过来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它的那个洞七五 如果把野牛气电船 野马气电船这样放下来 我们是不是就到时候 万船齐发的时候 十艘一起过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这个那一天可以 而且军下最扯的是什么 它是上午11点 那是白天 很多人看到 如果凌晨3点 如果凌晨3点 你这个时候再做个演习 游用无人去进了 然后如果它上面 它是撞到了交通船 如果它上面有炸药 有油桶 撞到码头起火 你会不会觉得 在首都旁边 造成多大的心理压力 我问你 就是说今天管妈 她都已经坦诚 30分钟的人为疏失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坦诚 那我们怎么补强呢 问题是 我想这个部分 包含说现在接下来 海委会已经说 今天他们也会接下来 宣布一些陆续的陈组 但我想重点的是说 其实因为现在 有一个资讯在出来说 这一艘驾驶 这个快艇 来到我们水域的男子 他并不是普通的一般人士 因为他的背景 经过接力呢 其实这个人过去 有在中国海军 担任过中国海军的艇长 也就是说他事实上 是有军方军事的相关背景的 所以说这一次的突破行动 会不会是一种试水温 会不会是一种在试探说 我来看看 怎么样能够穿过台湾的防线 没想到这么轻易就穿过去了 那如果今天这艘快艇 是像我们看到 在乌克兰作战的时候 很多这种自杀无人艇的时候 他很可能已经在台湾 我们这边撞上目标 达成了他的特工作战的目的了 所以未来 包含我们看到最近 上个周末有金门 这个中国方面 也有人用无人机来到金门 突破我们的空域 包含这次的快艇 突破我们的水域 我想中国未来的 这种灰色地带的作战 意图要渗透我们的边防的行动 可能会越来越频繁 所以我们的政府真的是需要全面 把各单位的警备都拉高起来 为什么我说时间点极其敏感 就在下个月 海龙即将要以防固守淡水河口 要把这地方守得 滴水不漏的情况之下 人家已经先来摸哨 也摸上岸了 居然在这个时候有人 内行人说外行话 于北城 他怎么哪一根筋让他讲出 不要怕 他们上了岸也会迷路 因为他们不知道台湾的路 怎么走 来 你怎么看 我真的觉得于北城 从头到尾都在乱讲话 而且他的神论真的太多 你知道吗 他说这个共军如果来台湾 如果他们用Google的话 他会迷失方向 找不到地点 你知道吗 如果不用Google地图 他会找不到地点 这个荒谬到已经 大家不可能觉得很可笑的地步 因为咱们讲 很多人都实测 共军真的他会用Google吗 他也不是用Google 他们国家用的都是用什么 百度搜寻吗 或者说用什么卫星 他们自己有共军的一些卫星 他们根本就不会用Google 这套软件 所以你今天怎么可以说 人家没有Google 所以他进来一定会迷路 我说真的 好在于北城在浙界的内阁 没有担任任何的要职 否则啊 比如说我们要抗中保台了 我们可不可以连自己都变成一个 闹笑话一个对象嘛 所以于北城的话 我们台湾讲 听听就好 但于北城的话 透露什么一个问题 就说有些人真的把这玩笑话当真 你知道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要面临到 我们国军如果面临到这样情况 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你看于北城闹了笑话之后 其实很多的绿允人士 看起来也把他当真 你知道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连很多绿允人士 都把于北城的笑话当真的话 那么未来我们要怎么防范 如果共军真的来的话 我们说对啊 你没有用Google 你找不到我 你找不到我 他们就真的找不到吗 那这次小艇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过去 淡水河口是我们六军团 每次汉光远行 进行所谓的反登陆 最重要的地方 那这次小艇 他可以直接穿到淡水河口 这个不就无遗打脸了 我们的政府要抗中保台的作为 今天只是一个 这个退役的一个艇长 他就可以自己来开个小艇 到我们淡水河口 好在他没有携带 什么任何的炸药或武器等等 如果哪一天真的有人 这样一样画如无学样 这样进来画 那我们怎么守住第一线 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羞辱性极强 今天来是空船来 下一次如果带着爆裂物 而且现在最严重的是 我们的这些哨兵 这些哨位 可能要花三十分钟 才能够知道这样的情况 这是最危险的 三十分钟 他搞不好已经进到 大稻辰里面去了 你知道吗 他已经不在淡水河口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海巡跟国军弟兄 一定要反应够快 但问题是 我们看我们 还有会主委管碧琳 他说的话 管碧琳今天话说了很多 然后说这个基层 的确有些疏失 但问题是 你身为最高的指挥官 你总督导你做了哪些事情 你怎么会让基层的螺丝 松成这个样子 今天不是说 我们要怪最近 那基层有这样的作为 是不是你上面的人 没有把它带好呢 你去想 他们在环台春饮的时候 管碧琳说什么 他们在忽律西归 对 这些人已经从淡水河口 长驱直入 你为什么慢半派 他说没有 我看他脸看起来很善良 你讲什么啊 所以我觉得管碧琳 今天就是在推卸责任 他现在不要让这把火 烧到自己身上 照理说 以前如果国民党时代 海巡署的官员 有这样讲话 早就先下台一鞠躬了 那为什么管碧琳这样讲话 他就要做个政治责任的切割 不要把这把火 烧到自己身上 但问题是 我们要好好面对问题 今天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成平时期的海岸巡防 今天顾立雄部长说 这个跟国防部没有关系 说得很婉转 但接下来这个东西 我们就要请教部长 你怎么解释 居然老共的无人机 已经飞到我们的哨所 也就算了 居然还飞到了 金门陷阱局的头顶 去释放船单 我们现在还继续大事化小吗 基本上为什么讲说 侮辱性极强 那我军下 马三观测哨 以前叫做什么 我们当兵的时候 天下第一哨 现在人家在天下第一哨 你头顶上飞来飞去 跟你祝贺端午节 让我们有多丢脸 那当然现在天下第一哨 是观光景点 可是你金防部 出来跟我们讲说 他没有到营区 你在飞机上 那这不叫营区 那金门不是你防守的地方吗 所以这件事情 没有第一时间发布出来 要知道 时间点之敏感 梅家树参谋总长 那个时间前后 人就在视察金防部 他就飞到你这个地方来 侮辱性极强 你只是因为他没有 进到防区的上空 你就觉得 可以不讲 可以大事化小吗 我们就算是炸弹 丢一颗下来也不会直直的90度吹 是 对 因为他会飘嘛 有惯性嘛 所以说他的船单 会飘到金门家 那是风吹的嘛 可是如果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无人机来了 多少次来 而且给你放影片出来 结果我们说我们已经准备了25架的干扰器 你就拿出来用啊 你拿出来没有 我们不是有干扰器吗 还在训练中吗 1.5公里之内我就把你打下来了 对啊 这个时候在天下第一次用这个影片出来 然后说看了这个叫做羞辱嘛 那我们竟然羞辱之后 拖面之干 没有到营区 结果这个够丢脸 另外一个呢 更丢脸的是什么 中共东部战区大概觉得羞辱台湾羞辱够了 突然之间呢 说你这个是民间的公司对不对 不要再上这些影片了 影片下架 这个意思是代表什么 这不是我干的 这是一个障眼法 第一个这是民间干的 第二个是从去年到现在飞了多少次了 然后这羞辱了多久了 羞辱够了 羞辱够之后 现在金门已经不用羞辱了 接下来 我都摸透了 我都摸透了 接下来是羞辱淡水河口了 我们的海巡署还在那边拖面之干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 而且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请不吝点赞